在看起来国内有不少的大型医院都因此沦陷了 甚至还酿成了院内感染 除了高雄的人会医院个案呢 是因为曾经去过万华而染疫 结果让同院的女护理师也因此中标 另外一起受瞩目的还有新北市板桥区的亚东医院 这指标个案算一算 一个人已经传给14个人 还有人因此丧命 疫情爆发以来 台湾正面临最艰巨的一场仗 肩负重责的大型医院 除了量能逐日吃紧 还得承担院内感染的风险 毕竟已有潜力宣告沦陷 新北市最大网下最大宗 5月10号收治急诊 指标个案案1375 却在13号才得知 他曾出入万华茶艺馆 截至20号 一传13 共14人中标 包含病患 看护 护理人员 甚至酿成八滴病房 有意死亡个案 同在北部也有血液透析中心 宣告中标 由这个被居家隔离当中的这个医护人员 还有这个病患来回到这个已经清销完毕的原来的这个血液透析诊所 遭点出一名习生患者5月12号虚弱13号确诊 诊所大规模筛检检出4名阳性算算共5人 受波及的一共11名人员加上67名患者全居家隔离 雪球越滚越大就连南台湾也难逃波及 起源于高雄人会医院一名60多岁男行政人员 横跨北道南甚至到郭望华查试 17号已经启动清零专案 18号裁检出炉证实一名女护理师杨信 甚至一度连现场媒体都被匡列 好在减后阴性 一周内的变数可谓一波好几折 指揮中心都一直有做掌控 那尤其是每家医院的这个病床术也好 医护人员的调度等等都会去去做掌握 话虽如此但20号再报细止国泰医院 多一名急诊医师确诊 已经全面停止急诊服务 至于其他医院台大北荣北市联医 有非医护人员确诊 北医副医三种松山分院则有医护人员染疫 作为最前线在严防仍难堵万一 都让这场本土风暴增添更多 借慎恐惧的未知性 这方出版张慕君 台北地医院有一名法官助理 那么这个月13号时候是因为身体不舒服 隔天请假 想不到就在昨天晚间收到了确诊通知 好北院呢现在内部调查了 说这一名助理他是在最高法院对面 保庆院区办公 平常不会碰到民众 但是就在他发病前两天 曾经回到院本部来岔工 和他同股的法官书记官 第一层的接触者大约是十个人 目前呢还没被卫生局匡列 但是法院已经超前部署 要求相关人员居家隔离 台北地医院五天两度消毒 第一次是因为法官父亲万华买竹笋 确诊第二次换成法院内部人员 由法官助理中标 由于检方与院方 共用博爱路同一栋 司法新下 疫情蔓延也让北检很紧张 昨天晚上接获通报本院有一名法官助理确诊 那这位法官助理呢 他处理的是审判文书业务 根据了解法官助理租房子住 室友先确诊才轮到他发烧不舒服 十四号请假后就没再上班了 不过对于民众来说更重要的是 他办公地点不在博爱路 在长沙街上的台北地医院保庆院区 有门禁管制 民众洽工不会来这儿 但确诊助理为法官整理完案件征典 还是需要见法官一面 时间是五月十一号 法官则在十二号开过庭 第一层的人数大概差不多有十位左右 跟这个法官同一个办公室的这些同仁 他们属于第二层第三层的这个接触者的部分 我们都已经请他们 如果原本是居家办公的话 就是延长居家办公七天 北院自行扩大居家人数和天数 不希望被疫情瘫痪 不过就在记者会举行完之后 法官和书记官都接到通知 即刻改成居家办公 也创下疫情延少以来 第一个被清空的公家机关 记者刘松林陈嘉明 台北报道 请查看